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不管是建筑或有点像是街道街景 或者是像模拟街景的模型图 其实我会觉得除了那一栋动向建筑的料体 我自己本来最著迷的料体之外 反而是料体旁边那些空吧 我的东西很多人说是十足操控性的 那我觉得广义来讲也的确可以这么说啦 我今天要是觉得某些部分我不想在最终被常写 它一定是被我覆盖掉 那所以当这些看似偶发的东西最终呈现 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它被师祖被我掌控住 但是仔细来看包括这些 剩肉或者毛细线像它所自然染液出 或者是像胶带它本身 因为它又有粘性 然后它又有 有一些粘性不是那么足够 我跟画布落体落力 然后跟水沿掉整个交织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其实 这很难讲这个 很多人觉得说这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我的画其实是有一定的速度感的 但是归足这些东西它是 十足的它必须它 它会把我的东西完全拉扯到一个很慢 非常慢速的东西 时间的承受是拉得非常大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自己 至少我意识到的话 我觉得那个东西被剥夺掉 那这些的话就不太能成立 可能我不能特别去比起这些 或者我也没有期待某些想象的落实 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一点毒或脂肪 就是说啊 对 种了 这个就是我要的 虽然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水 包括像 颜料好了 当然颜料以某种程度 或者是对 或者是像碳粉 像这种 有点破散性的东西 像我记得 其实我还蛮着迷运一种错误啦 像我有些画作是 来自于某些我自己从生活中结局的组稿 那组稿经过转译 经过有时候是翻拍 有时候是我下载之后 再透过我们非常教设 非常不准确的 办公室的音标记忆出来 所以有时候 黄色过多译出来 所以我就想到我有件作品 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看过 其实原本也许只是带你一个颜色 但是我还记得有那张画高 刚好这边是默色 墨悬太多 什么是液太烂 所以我就发现说 吸引我的不光是这些像飞机的 飞行器的造型 而是这些黄色液出来的 那可能他也许对我来说 他只是 或者对观者来说 只是一些 滋味莫羯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或者那其他比较多的 都是一些比较随机的 比较随机的一些水质 因为这些水质 包括没材的关系啦 他有一些干了之后 在我去把它擦拭掉之后 他可能会抱有一些 你根本无法掌握的这些 对 他也算是硬变 但并不是那些色域会化那种硬变 我觉得那种很有机的东西 跟我自己本来就在 就在着迷的 甚至去建构的那些 比较成功的之间 刚好就是一种光谷两端 他在拉扯 但是 你说拉扯也好 或者 反正以最后成果而言 他本来就是我所乐见 包括这些 我几乎可以看到到这边 可能是我这张画面里面 我的创作 如果他的时间被压缩 不是 被拉扯的最慢 也许经历了十个小时 他的这一趟水才慢慢的沉淀 才干顾 然后才定型 那也许对某些观者来说 他只是一些这么不起眼的东西 但是对我而言 包括这些交代造成的水质 或者是纯粹的这些水流的滴痕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 说水或者一些大自然的元素的话 它是我这些作品 零零不较 因为 我自己本来就预设我的创作 本来就是要游走一走 大大小小之间 因为也避免一种重复性太高 或者太惯情的一种创作 小作品有小作品的 我们说可爱 好原来 Michael喜欢的是可爱 不费 它有一些精彩之度 但是大作品 我会觉得大作品 其实有一些 比较像人生课题 我是一时无法解决的 但是我装作在解决之后 是有某种 可以是超然的豁达的东西 那甚至说 包括整个身体的律动 其实当代艺术里面的身体的议题 已经讲到非常腐烂了 但是其实这个的确 包括我们画画的人 其实还是很 很 很match的一个东西 那 我觉得大小 其实真的看大作品 也许某些 你说的哪些细致的 或者趣味的 或者是各式各样变化的东西 没有那么充足 但是它又可以满足我另外一种的 灰宏的 我本来就期待它是一种灰宏的 大视野的 深入我们的视野 那些 尤其我 我最感兴趣的其实当然是图 比如说空间 或者说 甚至一些 很多学建筑友跟我聊 他们 反而他们也是看到我的图的部分 他们觉得说 我的作品比较有趣的在于 还没有被完整实现出来的那种可能性 那有一部分也是我最在意的 其实 不见的是它 这真的就是一个图 它暗示出了 这是某些 某个我熟悉的地铁站 我出入的地铁站 然后原来这个 看得到的楼层跟看不到楼层 或者彼此 有展示出来 未展示出来的空间 它有一种明示 但是实际上 它又有一种初中 它感觉只是一种 一种模板 它告诉你这不一定是真实的 它可能跟真实的东西 它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甚至 也有很多人 我也期待他们说 诶 这个 这个东西是不是太生硬了 太方 太生硬了 太锐利了 但是那个其实反而是我们要 我需要 在这件里面有某种不同的程度 我们的創作者 多半我 我个人的解决 藝術家 創作者 大家都是贪心的 而且我们 创作这么久 知道很难在一件作品里 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 当然我还是 稍微太事 的 在这里面解决 不是一个问题 这样子 那包括大家所熟悉的 我的一切标签方式 但是或者 尤其 在某一阵子 因为 这件话 其实每件作品 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标示出 这个可能是 这个是 15年初的作品 哪一个是15年中的作品 我才可以意识到说 这个时候的 我的 顏料的使用习惯是如何 我新进了哪一些顏料 或者说我去了哪个菜品 哪一个飞店 他可以去 对 对 其实反而有某种即时性 那 这件作品 除此之外 就是有很多 那些一次性的东西 也就是 一般娘的也没有做好 就 就拜拜的东西 其实我还是很珍贵 包括这些 或者包括这些 是不是 或者是包括这些 水性的东西 所以这刚好是 这好像海鹿大餐 不是 我要这个 所以要那一个 那这一件刚好满足了 我们的小小的 海鹿的愿望 这样子 那我觉得回归到绘画 我是可以比较妥善的 在没有太多局限 或者太多极特反应的要求之下 可以响心的去建构我的世界 我觉得包括我 包括某些绘画 創作 是这个样子 那 相对于绘画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说 那我 把我的画作 挂托到展览的空间 那又是另外一个大客体 那又是另外一个大规模的创作 那相对于后整 其实前者已经是 本来也是我很鲜熟 但是我也相信在这种鲜熟当中 我其实比较可以大放手 这样的去做一些 我身作原本没有一起到 达到的一种东西 那至于那是什么 其实 也许就是每次在哪个答案吧 那其他的 是还好 我还挺轻心的说 在我这个时代 还可以容许我们这种创作 持续做我们这种创作方式 而不是要求我们 好不好 我们大家都同时间 关注在这个美术馆里 然后 然后三十天之后 大家要固定产出什么样的作品 那个 其实反而对我来讲 是莫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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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莫大的效果